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 创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 积极为压引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 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见 武文我思 休斯顿举办非洲日 市长特纳日前发出邀请函 定于5月27日为非洲日 举办一连串有关非洲文化经济艺术活动 促进非洲和休斯顿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市长表示 休斯顿是全美各式和非洲交往最密切的城市 并且有大量来自非洲的居民 长久以来我们非常重视和非洲各国之间的交流 非洲带来的文化政策关系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今天也接到吉尼亚共和国驻美大使汤杨 也将于5月下旬再度访问本市 我们将会安排和文化工商界人士座谈 并接接在大休斯顿地区的几内亚侨民代表 自从我接任几内亚驻休斯顿名誉总领事之后 不断在筹划如何加强双方关系 几内亚目前在农业基建教育部极为需要 我们也预定在10月底之前 组团访问几内亚 这一年多来这疫情打乱了许多既定制行程 希望在不久至将来疫情可以控制下来 希望尽快到非洲访问 落实有关交流投资之计划